想挑战2024总统大选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近日结束长达20天的访美行程 面对民众党将在4月27号到5月8号开放总统领表登记 根据了解柯文哲将在2日派幕僚到党部领表 登记时间压在5月8号但还有调整空间 而另外柯文哲也确定将在5月20日举行记者会 宣布参选总统的理念还有论述 但地点并不是选在台北市 不过面对国民党阵营抛出非绿联盟 柯文哲曾说过反对这些政治口号 根据柯文哲幕僚透露 蓝营两位热门总统人选侯友谊和郭台铭的竞争 柯阵营将低调侯郭等据采取远观不表态的立场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